大家好,我叫李淑英 是《教育情调》这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 本书的另外一名作者是范门南先生 他是世界著名的教育现象学家 《教育的情调》这本书是教育现象学的一部经典的作品 这本书文字不是很多 读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将它读完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两位作者对教师跟学生 父母跟儿童的日常生活的各种体验和现象 进行了非常细微的描述 也向大家去展示 作为一位优秀的教师 一位称职的父母 对儿童的各种生活体验 他的理解是有着怎样独特的理解和访思的 比如说对儿童的秘密的体验 对好奇的体验 对赞赏和表扬的体验 再比如说对课堂的体验等等 真诚地邀请各位读者 阅途此书 一块走进儿童的生活世界 再等一会儿童的行为 看在这个年纪中的地位 也稍微两个人 一会儿童的